接下来我们来做的是 CQ的烧路硬体 那如果你直接点选烧路硬体 它会告诉你说 没有这个Port 它这边直接就帮你列出来你是C帽化还是D帽化 那 因为 它烧硬体的时候你必须按这个按键 它才会 可以烧 那它硬碟才会出 它会是一个随身碟的状态 这样才可以烧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不行 我们重新执行 选择CQ的设备的时候我们 把设备装进来 好 这边会显示是E碟 它会是一个磁碟机 所以我们点选烧路硬体的时候 它这边会高 它会列出来磁碟机给你 请你自己打 所以我们打E碟 按下Enter 然后它这边就会烧路完成 好这个CQ的这个 硬体的烧路比较特别 要注意一下 你必须先点 把按 按灯按出来 变成这样闪灯的状态 然后才能去点选我们的烧路硬体 这样才可以把我们原始的 韧体烧掉 那通常你是不会去改这个烧路韧体 不过你需要知道 这样子的做法 万一你的韧体做了改变 你就必须 重置它的韧体 香港本计判 就看到有没有 但我可以令你 网站的 这是 可不可以 我们来自我 就知道 我们来自我